炎炎夏日到来 头皮容易出油出汗 就会想要天天洗头发 而其实洗头有正确的顺序和一些诀窍 才能够达到真正清洁 而且保护头皮头发的目的 因此特别请来资深美发设计师 为大家讲解示范 我们洗头发最主要是洗头皮 不是洗头发 那如果说你洗头不超过三分钟 那头皮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一些 荷尔蒙分泌啊油啊汗啊清除干净 我们起泡的时候通常是洗把筋挤在上面 就把它搓均匀之后 先搓均匀之后 大概是从两边起泡 因为我们很多人就会直接从正中间起泡 那我们洗法就像很多浓缩的 如果说你没有冲干净 这一块就很容易掉头发 我们洗头就是全部泡泡均匀之后 这样子第一区这样搓 到中间稍微搓一下 好第二区 那我们搓的时候是用指腹 指腹去搓 可以大力的去压指腹 就像按摩 第三 好然后再来第四 第一次洗完之后冲完水 只要冲八分干净或七分干净就可以 再重新第二次起泡 正常来说头发需不需要天天洗 要先看你的出油状况 如果你的出油状况不是很常出油 夏天我当然会建议 那有些人他长期待在冷气房 他可能不太常外出 不太常流汗的话 是可以两天洗一次 尤其是女生 那男生的话 我其实比较建议天天洗 美髮设计师表示 由于头皮也会不断增生角质 加上有染发或烫过头发的观众朋友 发质会比较干涩 因此需要定期保养头皮和头发 所以我们平常洗完头的话 最好能够再用护发性 酸性 护发素大概pH值在2到3左右 那我们洗完头开始做包尾的护理 那这样子第一个可以让烫卷的头发不毛躁 第二个可以让有染过的头发 它有锁色的效果 也就是延迟颜色掉的时间 第三个头发会变柔顺 比较不毛躁 所以呢我们洗完头 如果你有烫懒的话 除非是男生短头非常短那种 你只要有一点长度 就会建议用护发素 稍微做洗完发的护理 美髮设计师提醒观众朋友 年纪过了40岁之后 掉发的情况会更加明显 因此正确洗发和选择对的洗发精 真的很重要 这样才能够维护健康的头皮和头发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导